为什么我们的高铁技术在全世界都遥遥领先的情况下 却很少有国家愿意引进呢 大家好 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 中国高铁 截至目前 日本 法国以及美国其实都具有熟练的高速铁路建造技术 而与这相比 我们的高铁技术也丝毫不落于人后 在路线设计上 日本 法国其实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同一手模式 那就是先在国内人口数量大的城市间连接铁路干线 这种工程选择可以让高速铁路在完工后迅速投入到使用之中 政府也就可以极快收回建设成本 与此同时 法国还侧重于在设计干线的时候 考虑将国内的旅游胜地进行连接 并且加持这些地方同首都巴黎的联系 那么我国的高速铁路发展又怎么样了呢 其实是截止2023年底 我国的高速铁路里程已经达到了4.5万公里 我们在京经济地区 广户地区完成建设后 并没有停下基建的脚步 反而是开始向周边地区以及内陆开发铁路干线 这就让内地的劳动力有了流动的可能 让经济发展的城市获得人口红利的同时 也增加了劳动者个体的经济收入 可谓是一举两得 而在技术方面 我们取得的成就也是非常不错的 其中典型的案例就是 我国的列车可以轻松完成风动试验 这种试验就是让列车在轨道上不移动的情况下 不断地增加前方的风力 从而模拟出真实的运行场景 由此我们就能够在列车出厂之前 发现可能存在的材料问题 以及车头设计是否存在缺陷 进而找到最完美的流线型车型 就是这一实验的杰作 列车能够实现匀速300公里的背后 离不开风动试验的支持 高铁开起来不容易 停下来其实也是很难的 因为目前世界上的任何材料 几乎都承受不住300公里时速的骤然停止 为此我们便在高铁上设置了 电磁铁刹车技术 平时这个部分会与轨道扯开空隙 等到列车有停止需求的时候 就会让电磁铁与轨道接触 从而形成强大的作用力 辅助列车进行刹车 这也让列车的车体材料 刹车材料不用承担过重的机停负担了 所以从技术上来说 这些国家的高速铁路建设 并不存在谁超过谁的说法 我国的高铁技术与外国相比 也是完全不虚的 为什么我国先进的高铁技术 推广不出去呢 是因为去其他国家水土不服吗 其实这是因为欧洲市场 早已被德国法国等国家分析 而除了欧洲国家 其实也就没有多少 对高速铁路有需求的国家了 总的来说 德国很早的时候 就开始进行技术研发了 甚至在1988年 他们就成功让列车 完成了每小时400公里运行的实验 而法国则是更早 于1981年9月27日 就拥有了第一条高速铁路干线 由于欧盟的存在 所以他们的很多需求与技术 都是会进行内部共享与消化的 所以荷兰 西班牙 比利时 瑞士等大部分欧洲国家的首要选择 都是向这两个拥有成熟技术的国家 寻求合作 就目前而言 与我国有合作的国家 经有土耳其 沙特 印尼 塞尔维亚以及匈牙利这五个国家 这些国家至少在经济交通方面 对高铁技术还有所需求 我国也是在提供了 比他国更好的竞标方案之后 才拿下了这些项目 可除了这些国家 我们还真的就是很难再将技术推广出去了 因为自1964年 日本又有第一条高速铁路至今 其发展历史已经有60余年了 目前世界上可能存在的需求市场 就只剩下东南亚以及非洲了 可对于这些地区国家而言 高铁技术不是贵 就是产能过剩了 谁都知道交通干线的建设最终还是为了投入使用的 而东南亚众多国家的国土面积较小 大部分可能甚至没有我国的一个省大 除了越南之外 基本上也没有很大的高速铁路需求 真要救自动国 反而有些劳民伤财 就算是越南建造高速铁路 也是为了更好的与我们建立起经济交流 增加经贸合作机会 因而这条干线的全称 乃是中越跨境高铁项目 至于非洲 虽然各国对长距离运输有需求 但即使普通铁路与轻轨才是最具性价比的 因此 高速铁路虽然高效 但与普铁相比 更高的运行成本 也就让他们往而却步了 所以说 我们的高速铁路技术 无法在国际上顺利推广 并不像某些西方媒体所说的那样 因为质量不行 技术差 而是由于咱们的高速铁路技术太好了 实在是有些太超前了 超过了很多国家的现实需求 感谢观看